刚出生的小琪左边下眼皮有点微红 点微红 当时没有特别的在意 但在小琪半个月大之后发现红疹越来越明显 来越明显 甚至开始有点突起 突起 焦急的妈妈咨询了许多医师 多医师 但当时医师们一致给了别担心 担心 长大就会好了的答案 答案 婴儿血管流是婴儿期最常见的良性软组织肿瘤 软组织肿瘤 后来血管流越来越大 得大 颜色也更加鲜红 红 像颗大草莓 甚至连触碰的时候都有炙热感 热感 不放心的妈妈持续寻求相关资源 关资源 终于在七个月大的时候找到有耐心的儿童皮肤科医师 皮肤科医师 让小齐恢复漂亮可爱的小脸蛋 小脸蛋 个案小齐刚出生便有婴儿血管流 血管流 所幸现在已康复 康复 什么是婴儿血管流 婴儿血管流在快速生长期长得很像一颗鲜红玉滴的草莓 颗鲜红玉滴的草莓 所以又称为草莓血管流 管流 是婴儿期最常见的良性软组织肿瘤 肿瘤 属于血管性胎剂的一种 一种 婴儿血管流在新生儿的的发生率大约一百分之三 一百分之三 主要是因血管内皮细胞不正常的增生形成 增生形成 头颈部的病灶大约占了六成 六成 女宝宝发生的计算是男宝宝的三倍 的三倍 哪些状况会有比较高的风险产生婴儿血管流呢? 主要与早产37周 早产37周 低出生体重一百零公克的宝宝大约有三成会出现 鹏会出现 高龄产妇 多产妇 子颠前症以及前置胎盘等 胎盘等 婴儿血管流并成 成 婴儿血管流并成一 前驱病灶 婴儿血管流在出生时病灶通常不明显 病灶通常不明显 或是出现很小的红紫色斑点 斑点 二 快速生长期 在一三个月大时开始快速生长 只快速生长 直径与厚度明显增加 更加 颜色也变得更加亮红 碰红 像颗大草莓 哎 但快速生长的时期大概在五个月大时会结束 只会结束 因此及早就医治疗 治疗 把握三个月内的黄金治疗期 疗期 便有机会把伤害降到最低 最低 避免留疤 啊 三 缓慢衰退期 大约五个月大开始进入缓慢衰退期 缓慢衰退期一直持续到四五岁大 最大 此时病灶会逐渐变平 变平 颜色转变为灰紫色 表面可能出现皮肤萎缩或血管扩张 管扩张 也可能出现脂肪纤维化 维化 变成一个松软捧起的小肉球 肉球 婴儿血管流可一深度做分类 各分类 婴儿血管流可一深度一 表浅型 位于皮肤浅真皮层 肤浅真皮层通常会是个亮红色凸起的斑块 斑块像颗大草莓 2.深层型 位于较深真皮或皮下组织 皮下组织 颜色呈现蓝紫色或肉色 肉色边界较不明显 显 3.混合型 表浅型 深层型 深层型 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颜色混杂 混杂 婴儿血管流可一分布做分类 或分类 婴儿血管流分类 一分布一局部型77% 血管流局限于一小区域 可局限于一小区域 并造可以是单一 B.圆形或斑块样二 分结型18% 血管流呈现带状分布 呈现带状分布容易伴随其他异常 不常 3.多发型 3.超过一个解剖位置 解剖位置 有多颗血管流 4.未明形 无法被定义为局部型或分结型 或分结型 婴儿血管流捧导致会融 融 影响视力 掉发等问题 血管流不治疗会怎么样怎么样 脸部婴儿血管流可能造成毁容 血管流不同位置或分布域后大不同 只有4成不留痕迹 只有4成不留痕迹 但有高达6成会留下凸起或凹陷的缺陷 陷的缺陷 特别是在病造比较后或是在重要的位置如脸部与四肢 本部与四肢 婴儿血管流如果不治疗 治疗可能会造成毁容 影响器官功能 溃疡 感染 出血 甲状腺功能低下 低下 少部分甚至有生命危险或与部分症后群有关 后群有关 一旦留疤或毁容 甚至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一生 后悔莫及 因此早期诊断 断及早治疗很重要 要 在重要解剖位置的婴儿血管流有时会严重影响功能 重影响功能 如在眼周可能影响视力 视力 耳朵可能影响听力 口周可能影响进食 胃在嘴周颈部较容易溃疡形成疤痕 成疤痕 头皮处可能会产生疤痕与落发问题 疤问题 脸部分结型的婴儿血管流则与非正后群有关 后群有关 身体前侧需注意疤痕与变形的问题 一超过五颗以上的婴儿血管流 需注意是否有伴随肝脏血管流的形成 有伴随肝脏血管流的形成 二四肢分结型 亦溃疡 溃疡后续容易有变号 二皮肤萎缩或形成疤痕组织的问题 三胸部病灶 可能造成外观变形 般变形 四肺阴 腹骨沟与肛门周围的婴儿血管流 对膜部位容易摩擦潮湿 以摩擦潮湿造成糜烂痕 甚至会产生溃疡 癢合后很容易会流下巴痕组织 背侧的小病灶风险较低 如果是在背侧的小病灶风险较低 风险较低 但如果是腰间或会阴的分结型 婴儿血管流 除了较容易溃疡之外 较容易溃疡之外 也与陆安DAR症候群有关 你有关 及早治疗才能避免留下令人遗憾的疤痕 看的疤痕 婴儿血管流vs葡萄酒色斑 鉴别诊断 婴儿血管流vs葡萄酒色斑婴儿血管流 属于血管肿瘤 属于血管肿瘤 主要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 将异常增生造成 增生造成 病灶会变大快速 生长期缓慢衰退期 衰退期 在出生时是不明显的前驱病灶 去病灶 接着会快速变大 N大 葡萄酒色斑 属于血管畸形 N畸形 所以血管内皮细胞没有异常增生 常增生 因此病灶会持续存在 N在 并且不会变大 出生时就明显可见 明显可见 一岁以内不会明显增大 增大 长大后随身高等比例扩大 扩大 需要进一步检查吗 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 需要专业医师判断 专业医师判断 通常不需要 要 除非诊断不确定 确定 或怀疑有伴随的症候群 时才需要安排影像学 如何持共振噪影MRI 共振噪影MRI 超音波或皮肤切片检查 检查 婴儿血管流如何治疗 点药或吃药是第一线治疗 国际儿童皮肤专家优先采用点药 Timalol或吃药 Propanol Timalol或吃药 Propanol 除非特殊案例才会采用其他治疗方式 治疗方式 婴儿血管流治疗 注意事项 事项 治疗爱注意 第一 外用药Timalomal 第一线治疗 早晚使用 早晚使用 适用于较薄或较薄浅的婴儿血管流病灶 管流病灶 使用时需注意 不要碰触到眼口鼻 眼口鼻 有些会出现局部刺激 副作用 副作用 如果有出现请提醒医师 医师 二 口服药 Propanol 第一线治疗 早晚服用 早晚服用 建议在胃时中或未完再服用药物 碰药物 避免低血糖 由于台湾没有引进调配好的Propanol 料水 而药粉研制与分装需要高度专业 强烈建议在有开丽经验的大医院领药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使用时需注意副作用如低血糖 血糖 睡眠障碍 低血压 心跳过缓或是四肢冰冷等 冰冷等 但使用前并不需要常规检验新电图或是血糖 是血糖 三雷射 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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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期可以是情况用来退红,矿用来退红,但由于雷射只能穿透到浅真皮层,真皮层对于太深的病造效果不佳,不佳。 4.手术治疗 当婴儿血管流压迫到重要器官时可以考虑手术治疗,考虑手术治疗,或是在稳定期处理疤痕问题也可以选择手术,选择手术,但需要考虑到手术本身也会流疤,会流疤,需与专业的医师评估讨论,讨论。 1.若小朋友有呕吐或食欲不振时,不振时,建议先停用避免低血糖,血糖。 2.除非必要,要五周大之前或体虫太轻不采取口服药治疗,服药治疗。 3.若本身有心跳过缓,血压过低,特殊心脏疾病,哮喘者宜避免使用。 4.一般不需特别检验血糖或是心电图,只心电图。 5.治疗至少需要六个月,六个月,通常需要治疗到一岁甚至更大的时候。 大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什么? 身为家长,为家长,陪着孩子面对婴儿血管流食,流食,内心一定也是相当煎熬,煎熬,做好功课, 2.了解了叫不会害怕与慌张,慌张也可以帮孩子尽一份心力。 心力,例如 1.让孩子按时用药,如果口服药突然停止,突然停止,病人会不舒服。 2.注意是否发生药物负作用,如果发生请提早回诊并与医师讨论。 3.定期回诊,不要自己减药或停药,定期回诊停故与调整治疗方向很重要。 4.定期拍照记录,标注日期,注日期,病灶旁边若能放把尺当做尺寸参考会更清楚。 5.先安定好自己的情绪,情绪,做好功课,无需自责,才能给予孩子有力的支持与陪伴。 5.婴儿血管流如何遮瑕? 如果有特殊场合有外观考量,有外观考量,或是不想面对别人过度的关心,的关心,可以使用含绿色调的特殊粉底来遮盖血管流的红色调,粉流的红色调。 如何战胜婴儿血管流? 1.掌握出生三个月内黄金治疗期,黄金治疗期,此时治疗效果最好,最好,也能有效,避免毁容,容,若是错过也不要放弃,能补救就尽量补救,救。 2.婴儿血管流病程难预料,预料,请配合儿童皮肤科专家定期治疗,期治疗。 3.及早治疗可有效避免疤痕形成,痕形成,治疗时请注意是否有相关的副作用产生,恶用产生,万一出现可与医师讨论,讨论。 4.父母角色很重要,重要,先安定自己,己,才能给孩子有利的支持与陪伴,与陪伴。 5.師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